4000多的苹果13pro 你心动了吗 哈喽 大家好是宝哥 最近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 就是苹果13pro的全新机 竟然比14pro还要贵 但二手的苹果13pro却便宜了上千块 这说明苹果14pro跌加确实挺快的 而且还说明二手的苹果13pro系列真的很香 因为它的价格和苹果14接近 但屏幕支持高刷 有三代摄像头 整机的配置和使用体验完全是旗舰级的水准 真香啊 好了 下面我们继续搞机 这是一位生生小哥要的苹果12 外观挺新的 没什么磨损 搭载a14芯片 6.0寸奥拉的屏 电效率92 品质很不错 这台苹果14pro才用了各百月 外观持有轻微的使用痕迹 属于冲心机 搭载满血的a16芯片 电效率百分百 小哥看到最近降价了就果章下手了 品质非常棒 还有这个苹果13s 机身有些磨损 但屏幕很新 搭载a12芯片 5.8英寸屏幕 日常使用199上手感也很棒 电效率87 信价比很高的千元机 这是一位学生党要的iq9 外观很炫丽 城市很新 搭载骁龙八角芯片 6.8英寸高刷屏 品质还是很棒的 这是华为卖的40 屏幕很新 搭载7991芯片 6.5英寸屏幕 性能和手感都很棒 使用体验也很丝滑 还能再战两三年 这台是202款的iPad Pro 搭载m2芯片 性能非常强悍 还有12.9英寸的视网膜显示屏 是休闲办公 上网课的神器 这是原装的iPos Pro第二代 外观还是很新的 一位帅哥要的 还有这个s8 智能手表 外观只有7元磨损 是运动健康的小管家 下面是收兄弟的机械 这台苹果13pro是一位湖南小个的 外观薄的很好 属于冲心机 电视效率也是百分百 品质超棒 还有这个苹果13米尼 外观也非常新 大贼15芯片 5.40寸屏屏幕 在这个价位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手机 耳机的话 二代的落达156U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品质很稳定 三代是这个落达又6A1 音质非常好 四代是又6E 支持空间音频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咯